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震撼新闻 2009年7月15日 行动党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汉华 涉嫌以2400令吉购买国庆日庆典用的国旗 但是并没有收获而被举报 他的助理赵明甫被反弹会以证人的身份 邀请到了雪州反弹会协助调查 7月16日他被发现沃斯在反弹会总部 这则新闻轰动全国 这十年来赵家上下为明府的死亡四处奔活 行动党各重量级领袖包括林吉祥 林冠英 张念群 陆赵甫 陈国伟等等 各个要为赵家伸张正义 声称要揪出杀明府的凶手 十年后西蒙终于指正 上面所提到的重量级领袖大部分都有官司 6月25日警方声称接到总检察署的指示 以错误囚禁而非刑事杀人的角度 重查赵明府案 行动党再次发挥集体静静的本事 财政部长林冠英在6月27日被追问起警方的决定时 以惊讶作为回答 7月13日晚上赵明府基金会回到案发现场举办追思会 可是上面所提到的重量级火箭领袖一个也没有现身 包括赵明府的前老板欧阳汉华 在多方面批评之下 财政部长等多位火箭领袖 终于现身于7月21日的赵明府公计 并表示不会放过凶手 换来赵丽兰一句 不要只靠讲 请行动 别再次次说话 请行动 行动党过去指责国阵滥权 指责反汉会官员杀死赵明府 如今当上政府后 却以错误求金重查此案 难道再一次证明 行动党过去的指控都是谎言 都是一场配合政治需要上演的戏 行动党过去十年 极尽利用赵明府案攻击国阵政府 如今当上了高官 赵明府案变成了另一个说法 那些曾经利用赵甲的不幸和眼泪尚未的火箭高官 你们还有良心吗 十年的时间看清一些人 总比永远被蒙在鼓里号 去世的人应该得到安息 活着的人要坚强走下去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